经济重组是痛苦的 但是本地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开拓新市场 来取得良好业绩 副总理尚达曼在参观了一家食品厂之后 指出了这一点 尚达曼说 食品工业能改善生产线 和凭着新加坡安全和可靠的品牌取得更高增长 四年前 我国把未来十年生产力增长目标定在介于2%到3% 在2010年显著增长后 增长一直放慢 去年是持平 不过尚达曼仍持乐观态度 尚达曼也指出 政府实践理工学院和公益教育学院应用教育检讨委员会的建议 以及持续教育与培训总蓝图 就是要提高生产力 他也说如果中小型企业重视生产力 他们将能茁壮成长并汇集整体经济 这种诗教育部铭比较吃